提到黑帮,首先想到的是暴力 在日本,这个黑帮合法的岛国 充斥着大大小小组织机构 他们徘徊在法律的边缘,做着犯罪的狗荡 发展到今天,他们与时俱进 试图将黑洗白,做正经生意 但其中的秘密依旧很惊人 身为超级城市东京 人们只关注到它风光绚丽的外表 却不知暗藏在阳光下的黑暗 黑帮操纵着不为人知的秩序 东京地区颇为庞大的组织山王辉 手下众多,省已涉及多个行业 警方变刚早已注意他们很久 明知他们在犯罪,却找不到任何把柄 山王辉目前由会长,赌长大权 副会长加藤做副手 他们两个属于权力的第一阶层 下面有第二阶层,池元集团 组长是池元,副手小泽 池元下面直系手下大游组 大游为组长,水野为副组长 池元负责组里的会计 大游组平常工作就是处理脏活 打架斗狠,解决人都是他们的职务 组织的等级制度相当森严 上级的活儿,难不成就要自杀些罪 这一天,组织开完大会 副会长加藤找到池元 警告他,他最近和村赖组走得太近 贩卖毒品生意有失颜面 让他想办法处理掉对方 村赖组是当地一个小帮派 他们有强大的后台保护 村赖和池元曾经是育友 两个人还立约成为了兄弟 关系非常的要好 村赖的毒品生意在池元地盘贩卖 村赖给池元分成,还有给会长分成 现如今过于赚钱 引起会长的贪心 安排池元受村赖的地盘 由于是外拔兄弟 池元不好直接出面 脏货自然落到大友头上 想要引起纠纷不能硬伤 需要头脑,需要计划部署 在江湖混也需要讲规矩 谁有理谁就硬起 大友需要合适的理由开战 首先找到警方骗刚 他俩原来是一所学校的 大友是骗刚的前辈 学校时期骗刚打架很差 只会投机耍滑 现在靠着在黑帮身上砍游 大友很是看不起他 此次找他是为了证实 给了他钱 让他不要多管闲事 然后派手下假装成路人 被村赖的手下给忽悠找小姐姐 进入黑店强行消费60万日元 不给钱还不让走 只能借口回家拿钱 留进大友准备好的陷阱 对方见到大友之后 连忙道歉 但事情已经晚已 谁也已经交给他100万日元 然后让他滚蛋 拿到钱他很是惊恐 立马找到老大村赖 老大知道之后非常生气 让副组长木村 带着手下的手指 和200万亲自上门道歉 大友本来就是故意找麻烦 怎么可能就此了事 刁难木村 为什么老大不亲自来 而是派他这个小喽啰 木村生性脾气暴躁 也是硬寒 对于对方挑衅 大发雷霆 大友比他脾气更大 上去就是两刀 划烂他的脸 自己的手下被人搞伤 村赖不禁不袒护 还骂他半事不利 这种松也是可以的 他决定亲自找拜把兄弟 池原道歉 两人表面侵辱兄弟 暗地里池原却装傻 表示对大友动作的事情不了解 只是随意打电话 训斥了大友一番 还抱怨毒品生意分成太少 会长那边 须有五五分成才可以 村赖很后悔 当初拜把 池原和会长只想扎干他的钱 他还是太过于单纯 大友组明显知道 上层的真实意图 调试只是钱菜 主菜是村赖地盘和生意 全部夺古赖为其所有 反正村赖那种从货 不适合当老大 木村无法接受被欺负的事情 晚上带着人帮走大友的手下 一顿都打不成人形 第二天死在大友组的门口 本来已经结束的货段 再次起火 会长表示 自己帮会的人被杀 不做出回应 以后还怎么混 训斥时员让大友做出交代 命令一层传着一层 大友立马派人找到木村的手下 在即将逃跑的车上解决掉 双方各自损失一名手下 村赖再次找到石员商量 石员建议直接找会长解决 现在他也做不了主 村赖准备好钱找到了会长 答应生意的事情可以五五分成 会长并没有说事情已经结束 而是说应该团结一心 好好做兄弟 等村赖走后 告诉石员 怎么可能此一个小混混就解决 他还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上层的命令再次传到大友这里 他又结束脏货 指一对村赖冻粗 甚至村赖补牙时 大友带着人包围了他 男人机器在他嘴里乱搅一盘 经过大友这么一声 村赖成了哑巴 话也说不了 任凭别人的安排 副会长加藤帮他做出决定 以后村赖隐退 不再管理地盘 每个月还会收到分红 安度晚年 他很气 但是也没有办法 当下能够活着就已经不错 石员还下令 母村就放他一条生路 果不其然 母村晚上便袭击大友的车 没有想到的是 差点还被反杀 水爷故意放走他 留他一命 村赖地盘本收 所有人各自打扰小算盘 会长让加藤开始处理掉石员 让他接手持员和村赖地盘 而持员的副手小泽 也劝说大友 干掉持员 他做组长 大友做副手 黑帮暗藏杀机 处处都是危机 收病那天就会死在自己人手上 目前村赖地盘由大友管理 之前负责贩卖的小混混 都被召集过来 重新定义具体的分成 其中一个人说出赚钱的路策 村赖他们威胁小国大使馆 逼迫他们成立犯罪地点 很多人都在大使馆吸毒 警方没有特许 无法调查 由这种掩护 他们可以无法无天 水野想通过大使馆开设赌场 但原来的使馆太小 大使又不太乐意合作 于是趁着一次晚会 安排漂亮的小姐姐吸引到大使 喝下不明液体之后昏迷 围遭他杀人的假象 逼迫他强行改建大使馆的位置 于是乎使馆成为地下赌场 可谓是如日中天 财源滚滚 不过持员总是不请自来 每次不带钱 走的时候还要赢钱 完全就是去压榨大友的 水野作为手下也没有办法 只能忍气吞声 坑他的不止有大哥 还有中心手下石元 本应该把赌场收益三成分给大使 可是石元贪污了一成 只给了大使两成 不仅如此 石元和小泽混在一起 他背着大友见会长 随即大友的毒品生意利润下滑 地盘中有其他人贩卖 经过水野调查 发现他是村赖的手下 表面隐退 实际上还在搞事求 石元下令让大友做掉村赖 反正他已经没有什么用处 不知不觉他又懒身上脏活 在早堂解决了村赖和他的亲信手下 本质按照上级指示做事 会长却通知警方抓捕了他 由于证据不足又放了出来 会长再次下令让石元驱逐了大友 由石元亲自打电话告知 大友表示很生气 努力做事却被驱逐 他割下手指要找会长深渊 会长先是安慰他一番 表示驱逐是石元自作主张 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石元现在已经老了 该退位了 做掉石元就让大友接班 杀杀大友就这样被忽悠 但他不知道会长对小泽也说过同样的话 和副会长加藤也说过 晚上大友带人抓了石元 没有废话直接干掉了他 石体通过大使馆的车 运到郊外掩埋 石元死了 大哥的位置空了下来 会长单独约探了小泽 他如果想上位需要做点成绩 难道不应该解决掉杀你大哥的人吗 清除了仇人 上位理所当然 并让加藤派人手帮助 战争一触即发双方火遍接头 大友先死了两名手下 他不知道对方是谁 猜测可能是石元的手下 或者村来的手下 根本不会想到是会长安排的 他通知谁也一定要藏好 不然大友集团就晚了 大友找到中间人片刚 通过他的话才知道自己被骗 是会长忽悠 然后又杀他 片刚全说被杀之前投降 也许还能保住一命 以后再说 以大友的性格肯定是要打 说话期间石元接口跑了出去 片刚离开之前和门外加藤碰面 交代了大友的位置 派人在餐馆撑了手雷 大友幸亏在厕所才躲过危机 本部已全面被歼灭 除了几个人外 大友可以宣告失败 生余的手下也难逃遇难 情人也被解决掉 死得最惨的当属水野 头被套住 绳子勒在脖子上 开着车硬扯了下来 画面惨烈 不忍之势 战争还没有开始 大友便全军覆没 无奈之下 他选择向警方自首 大友组消失 小泽接替了吃园集团 当了老大 会长约见他庆祝一番 可当他回头之时 家藤开枪射杀了他 紧接着他又套出另一把手枪 射杀了会长 并所有人没有想到结果出现 家藤拿着两把手枪 围责了会长和小泽 互设至此的假象 所有的大哥挂掉 家藤成为了新会长 而大友组的吃园成为亲父 兴风血雨下来 家藤成为了赢家 他们要放弃之前的黑生意 转战赌场股票正当生意 家藤能够胜利离不开骗钢的挑事 他在黑道周旋获取情报 再交给需要的人达到满意的结果 他不能说是全黑 也不能说白 他希望家藤上位 作为警方 端掉黑帮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对于如此庞大的组织 不是一两天能够做到的 他汉子和黑帮勾结在一起 仔细想想那些厉害的角色 基本上都因为内斗死掉 剩下的都是些虾兵蟹将 没有高智商头脑的指挥 再大的组织也是一盘散沙 竟然一时铲除不了山王会 不如一点一点解决 老会长会于精明除掉他 换上心机少的家藤上 以后组织的凝聚率也会下降 而且关键时刻 能够拿家藤杀会长做要挟 之前组织都是会长亲信手下 就算会长坑他们 他们也会忠心耿耿 毕竟是会长带着他们成长的 如果换成家藤 顺服性不如从前 组织团结性不如以前 在未来很有可能报复性大乱斗 内部混战把自己搞死 家藤上尉还有一点好处 之前做的都是违法生意 家藤要做正当生意 对社会来说 是更加稳定的好处 纵观整部剧 最聪明的应该是会长 守村籁地盘收得相当顺利 来回忽悠一直都是老好人 而家藤属于暴力威胁 少了套路直接硬赶 总有一天会死在强势之上 会长属于能屈能伸 在所有人身上榨取金钱 手下只不过他的打货工具而已 到了一定时间收割一波酒菜 这场战争死伤无数 大优也被关进监狱 对外放出假死的消息 由家藤掌权的五年时间 山王会已经成为非常庞大的组织 在石原的经营下 生意涉及多个行业 股票赌场 只要赚钱就会插手 甚至已经触及到政界 他们野心很大 想达到黑白通吃 势力的扩张 胆子也变大 连敌对警方的人都敢暗杀 可谓是无法无天 黑帮内斗属于小事 但是警方被害就属于特大事件 警方决定要加大力度 铲除黑恶势力 本应该平静肚子的片刚再次出山 他警告家藤 如今做的事情有些过火 上层领导大发雷霆 他建议交出一只替罪羊 用来交差 否则的话 上层会全面压制山王会 家藤还没有发展到 不惧怕白的地步 于是答应了片刚的要求 审问替罪羊时 警方凡天感觉到不对 犯人根本不了解做完过程 说话都是结结巴巴的 但片刚说自己的计划正在部署 让他不要多管闲事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好 警方总部确实要针对黑恶势力 可具体的方案根本就没有 只是在办公室夸夸其谈而已 石原为了让组织发展得更加庞大 一概之前的管理方式 要求以后遵循业绩考核 成绩差的直接淘汰掉 慈豪不讲情谊和辈分 对下面的元老级人物破口大骂 慈豪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要知道石原原先只不过是个小人物 博士加藤提拔 他连元老的面都见不到 如今草机变凤凰 略微有些猖狂 在座的各位元老都很有意见 本来加藤和自己是同级 现在却要听他的命令 还要受一个喳喳的训斥 其中三位元老暗自会面 他们听到过一些传闻 说是老会长是被加藤暗杀的 当时老会长贴身保镖消失不见 本应该时刻不理 为什么没有在场 后来为什么不处罚他保护不周呢 反而提拔他成为老大 种种一点 郑明和加藤暗杀老会长有关系 他们三个人对当下的组织都感到不满 另外两个认为 应该拥护福田当新会长 正在谈话之际 骗刚不请自来 他也认为应该让福田上位 想要成功 需要得到大阪花灵会的帮助 他愿意一同前往说服 在另外两个人的所拥下 福田决定试一试 第二天 别带他复杂的心情找到花灵会 对方曾经和老会长有过约定 绝对不和对方调试 但是现在加藤是会长 约定也就作废了 他答应会帮助福田上位 和福田刚走 花灵会长便给加藤打电话 说福田要背叛他的事情 福田那两位哥们也将他出卖 梅梦还没有开始就被拦腰折断 福田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骗刚本想利用福田 引起花灵会和山王会的战争 可惜计划直接宣告失败 面对加藤的质问 他为什么要帮助福田 骗刚就是死不承认 眼看没有办法解释 他把加藤和志源死敌大油甩了出来 说他并没有死在狱中 还谎称他要坐牢十几年 控制大油的事情 他才侥幸逃过一关 告别加藤 他来到监狱探望了大油 通过内部关系让大油减刑 最近几天便可以出狱 告知他当初的叛徒十元当了二把手 故意激起大油的复仇之心 然而大油早已看淡 不再插手江湖事情 只想安静地活下去 一击不成又剩一击 骗刚找到了牧村 他之前组织被大油毁灭 脸上还被大油划了两刀 在狱中他拿着刀捅了大油两刀作为报复 之前是仇人 现在成为了兄弟 他们知道自己被人利用 真正的仇人是家藤和食员 大油放弃了复仇的心 骗刚小通过牧村蛊惑大油 让两个人联手一起剿灭山王会 套路之身防不胜防 大油出狱当天 骗刚等候了多时 和大油上了一辆不认识的车 他们是谁 连骗刚都没有见过 打电话询问总部才知道 接待大油的名为张大成 他在年轻时可是一位传奇人物 黑白两刀通吃 哪里都有人 日韩之间的毒品交易 基本都和他有关系 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连山王会和花联会 见到都要敬为三分 张大成和大油曾经是朋友 现在大油被山王会抛弃 他有意让大油跟着自己混 他很是看中大油的仗义 在当下的江湖中 已经非常少见 大油感谢他的热情款待 表示会考虑一下 无论大油走到哪里 骗刚都死缠着不放 约他吃饭捡一位故人 这个人就是牧村 两人之间再也没有仇恨 牧村建议他们可以加入花联会 借助他们的势力来复仇 反正花联会早已亏时了很久 就是等待一个合适集会搞事情 花联会也得到过一些传闻 关于加藤安沙老会长的事情 如果消息属实 可以趁此机会灭掉山王会 他们花联会的势力 也能够扩张到东京 对于收牧村和大油 他们正有此意 但大油丝毫没有复仇的想法 牧村也没有任何办法 暗中派着两名手下保护他 石原那边得知大油出狱 他很是兴奋和恐惧 生怕大油找上门解决他 慌张地派所有手下暗杀大油 即便他已经成为大型组织的二号人物 依旧改不了一在骨子里的胆怯 一天大油坐在电梯中遭到袭击 杀手连开两枪打中了腹部 幸亏牧村手下及时营救 不然很可能死在这里 三师躲在牧村的地盘上调养 明明差点死掉 大油寒事不气 不想再和山王会发生冲突 怕没有事情 但牧村手下忍不了 发誓要让对方付出代价 暗杀大油失败 石原很是生气 对着元老一顿咆哮 扬言下次开会把他们都换掉 猖狂至极无法形容 他们开会时 牧村两名手下冲了进来 复仇没成还被抓了起来 头戴黑袋子殴打致辞 尸体被随意丢在垃圾站 手法残忍 没有丝毫忍性 无辜手下的死亡激起大油的怒火 他决定和牧村一起进入花联会 对方明明也需要大油 但在话语中丝毫不接受他们 双称自己和山王慧是头谋 换而言之 他们在推辞 为自己找挡电牌 以后真出了事 也和他们没有关系 更重要一点 确定大油真心想搞山王慧 而不是加藤派来的卧底 可想花联会几外蟑螂头脑相当狡猾 最终牧村用牙咬掉手指证明决心 才让对方对大油放下戒心 花联会提供人手消息和武器 这些人都是陈面红 不会认为是花联会的人 做事情非常严谨 不会出错 得到势力 大油立马开始行动 首先绑架了老会长之前的保镖 他是证明加藤篡位的有力证据 面对拳打脚踢 他很是嘴硬 可是看到大油拿着电钻杀人 瞬间吓尿 交代理切 大油录下他说的证词 保镖失踪 十元很是惊恐 加藤更是害怕 立马找到花联会总部 请求对方的帮助 帮助寻找 对方已经得到保镖的证词 当时加藤的面放入出来 称称录音是十元给的 保镖也是他绑架的 目的就是要叛变加藤 自己坐上会长的位子 之前福田也是他的计划 加藤听到这番话 想都不想 立马就认定十元想篡位 和老会长相比 他确实逊色不少 至少在玩心机上 插出一大截 花联会表示 木村不会和大友接谋 木村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 有了这些忽悠 山王辉的人放松了警惕 加藤的亲信手下 一个接一个被杀 木村给十元打电话 说已经抓到了大友 等待着一起处理 他开心的带着人便跑了过去 话还没说两句 手下就被杀光 把他都给吓尿了 跪在大友面前 不停地求饶 像他这种小人 放走说不定还会怎么搞事 最好解决办法就是死人 把他板在凳子上无法动弹 棒球机瞄准他的头 不停击打 最大的叛徒是原铲除 会长不仅没有悲伤 反而认定除掉了祸害 组织大会上发誓 要带大家重振起鼓 下面的元老大声地反驳 他们接收到花联会送的录音 知道老会长是加藤杀的 对于叛徒 组织不会任他当老大 说完所有人离开了总部 从此刻开始 加藤的权力被架空 同时山王会面临土崩瓦解的危机 花联会采取快速行动 加藤的事务所和公司均遭到毁灭 亲信手下也被清洗 他现在一无所有 没有任何权力 大清洗结束 大友要退出 接下来的小事由牧村来完成 其实大友知道 再接着待下去 恐怕自己都要搭进去 花联会的大佬 把牧村和大友当作工具 说的简单点 他们就是黑点 花联会不会承认 袭击山王会是他们的人 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 不给对方留下任何找事的借口 作为误点 大友和牧村已经利用完 下一步就是被清理 大友在山王会已经经历过一次 相信花联会的老大会扶持他 加藤的阴谋败露 自动辞去会长一职 辞去老大的山王会 居然由花联会来保护 下任会长的人选 由他们选出 曾经称霸一方的山王会 如今成为死敌的下属 结局真的成为片刚预想那样 加藤承担不起会长的位置 山王会倒台 花联会势力巨增 片刚丝毫不在意 因为都在他计划之中 加藤退休成为普通的老年人 走在大街上没有了保镖的保护 独自在游戏厅打着游戏 不知不觉中 大友坐在旁边 拿出刀子将其杀死 大友的大潮终以得报 加藤突然死亡 查不出凶手 片刚带人搜查了木村的事务所 强行带走他们的大批手下 保管了他们的武器 接着片刚会见了加藤的亲戚手下 告知他是木村杀了加藤 木村手下被抓 武器被收 面对敌人没有任何反抗 木村也死在片刚计划中 木村作为花联会的头目 他的词势必让那些大佬出面 这么多人齐聚一堂 很难遇到 这正是片刚想要看到的局面 他知道木村的葬礼 大友肯定会参加 他谎称木村死于花联会的手下 想借助大友的手 灭掉花联会的核心人物 看到大友没有带武器 主动拿出一把枪交给他 大友经过这么多事情 再也不是那个笨蛋 拿起枪射杀了片刚 终结了他挑事的一生 一个是东京最大的黑帮组织 山王会 一个是大阪最大的黑恶势力 花联会 两大组织各自雄霸一方 小弟众多生意广泛 经过上汽的清风血雨战争后 山王会具有领导头目的人物 全部死掉 只剩下一些虾兵蟹将 影响力大不如从前 沦为花联会的下属单位 花联会一时间成为跨地区 大型黑恶势力 那场大战也让花联会进行了改革 之前的老会长年老衰死 新会长由他的女婿野孙上位 副会长由西野担任 中天任职会中的重要干部 老会长在位时 西野和中天是帮会的核心人物 很多重要决定他俩都有参与 都属于头脑性正派黑道 而且两个关系侵入兄弟 野村如果不是靠着老会长女婿的关系 咱们也不会轮到他上位 他的身上没有纹身 也没有蹲过耗色 并非正派黑道出身 他的出身一直备受争议 在组织中 他时常不把西野当回事 开会的时候 当着手下面大骂他 但组织中 90%都是西野的亲心 每个月帮派大会前 所有大哥先开小会 向西野汇报最近情况 之后大会上再由西野向会长报告 可见西野在各位大哥中心中的地位 同时西野对野村也不看好 认为新会长没有头脑 完全就是门外汉 更大的原因是他想当会长 野村知道自己在帮派势力很弱 所以故意提拔新人花田上位 此人心狠手辣 做事干脸 各种违法的勾当 他基本都涉及 多年的发展经营 他的势力不容小事 财大其促 很是猖狂 自认为是帮派中的二把手 目前花林会的结构就是这样 当初杀了所有仇人的大友 积居在日韩颇有影响力的张大成门下 暂时待在基州岛做看场 每天的工作就是钓钓鱼 晚上受工查查账什么的 其实就是闲人一个 张大成的事里 道上都知道 基本上没有人在他的厂子找事 所以最为打手的大友 便成了闲人 直到一个电话再次令他出山 手下打电话说 客户投诉小姐不合作 客户使用暴力殴打了大友的人 而这个人就是花田 他并不知道大友是谁 也不知道扎大成是谁 丝毫不把当地黑道放在眼里 大友看到小姐悲伤 掏出家伙威胁他 要拿出200万日元作为赔偿 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花田秒怂 答应第二天会救钱 可他趁着黑夜便逃回了日本 只留下两名手下处理后事 没想到手下直接干掉来收钱的人 还将尸体跑到海边 张大成知道之后 立马命令手下 千万不要让大友动粗 尽量和平处理 可是大友最讲义气 手下被杀 不报仇他还叫大友吗 不知道事情严重性的花田 还开心的和中天烤肉吃 他不懂事 但中天老摸顺算 他懂 向烤肉店老板打听 才知道惹到了张大成 原先的效益马上消失 惹了张大成就算了 你居然还招惹了大友 招惹了张大成可以和平解决 大友可不是那么好说话的 仇人不死 事不拔休 整个山王会 都是他给搞垮的 吃了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 中天意识到事情很严重 让花田带着3000万现金 一同迁往刀天 他们前的谈话 被烤肉店老板全都听到 趁他们没有行动前 将消息告诉张大成 口肉店老板落魄时 受到张大成的照顾 心存感激 发誓誓死要效忠 当然张大成并没有让他这么做 只是口肉店老板一厢请愿 由此可见 张大成为人相当可疑 紧接着花田便上门道歉 像张大成这种级别的人物 理应由花林会会长 或者副会长来道歉 中天这种干部等级太刺 男人3000万就感觉很多 其实不知道张大成富可敌国 钱对他来说就是纸而已 在道上混了这么久 张大成不是得理不饶人的人 他想看到对方的态度 可中天和花田两个人 以为张大成不懂日欲 私下交谈 一条人命价值500万足以解决 拿着3000万还是给他们面子 这番话直接让张大成惹怒 让手下多拿3000万还给花田 然后立马滚蛋 本来是许道歉的 回家却赚了3000万 连中天都被搞梦 不知该怎么办 看来想要解决 需要会长和西野出面 让花田准备两亿现金 一亿给会长 一亿给西野 并且要砍下手指道歉才可以 西野知道后猜测 张大成的意思 可能是至少带6000万才行 他还是低估了张大成的想法 人家只不过想要个诚恳道歉态度而已 西野当着野村的面 私自带走花田 说他会解决 不必会长挂金 他交代花田 给他一亿 给张大成一亿 他收的钱只是帮花田保管 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拿走 如果他未来成为会长 承诺花田会当二把手 原打算给野村会长一亿直接忽略掉 西野完全不把会长当做回事 野村也私下找任文亲信开会 抱怨西野越来越猖狂 不如想办法直接搞掉他 在座的各位大佬一致同意 包括西野兄弟中田 他们决定趁着西野和花田道歉 晚上返回时 在路上解决掉他们 让大家认为是张大成做的 栽赃家伙推卸掉责任 到时可以凭借西野被杀当做借口 干掉张大成吞掉他的地盘 野心已经超出他的实力范围 第二天西野带着花田亲自道歉 但是等了很久张大成根本就没有理他 人家正在商谈80亿的地产项目 花田带的一个亿都看不上眼 只是让手下传达留下3000万足矣 正好张大成之前是给他们的 等于一分钱没有要西野的 双方的纠纷算是了结 他们回去的途中 车队走到荒野 西野手下杀掉了花田的保镖 野村爱杀他的事情 中田告诉了西野 中田知道他们俩谁更狠 西野要求花田装傻 欺骗野村 说西野已经死亡假消息 野村却势必要笨 竟然相信了 命令花田带人暗杀张大成报复 他们在口中店的行动计划被老板听到 立马通知张大成的手下 再晚一步张大成很有可能死掉 自己单人被人暗算 大友表示还是愤怒 和手下商量决定前往日本展开复仇 大友的重新出现 势必会引起一场大战 看起的山王会也没有闲着 他们不甘心做花灵会的手下 正在期待张大成和花灵会的决斗 到时候他们山王会便可以东山再骑 不过他们只是想想就好了 这几条杂鱼根本就没有领导力 花灵会也不希望山王会坐山观虎斗 强行拉他们入水 中田找到他们下命令 可对方没有丝毫畏惧 口气嚣张 他们之前怕的是西野 如今他死了就没有什么巨位的 你以凡之心一下子就暴露了出来 双方争吵之际 西野突然出现 山王会秒怂 眼神中透露出恐惧 当年山王会可以和花灵会平起平坐 如今被销售成小组织 和花灵会的小头目坐一起喝酒 白分大不如以前 山王会早就记忆狠 趁着大友出山 告知敌人的位置 在家酒吧 大友开枪射杀了小头目 为接下来战争开启前奏 花灵会野村得知大友出手 派人手要铲除掉他 但过于精明大友看出了一点 反杀了要杀他的杀手 西野也约大友见面 告知他是野村下令按杀杂大城的 请借助大友干掉野村 当天晚上会有一场夜宴 节时花灵会大佬都会在 野村也会在 西野的手下会放大友进来 带着武器杀掉野村 他依旧把大友当作傻子 经历过两场大战 大友早已看透 想要不成为别人的工具 枪把子就要握在自己手上 两个人带着M4冲进了会场 对着人群就是早射 这种局面是西野万万没有想到的 伤亡惨重 花灵会多名高层死掉 差点整个组织都被毁灭 可惜的是野村并没有出现 他当门躲在总部并没有出门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 已经没有任何返回的余地 西野带着人包围了野村 组织的大佬一日同意西野当会长 野村的权利被架空 西野并没有亲手杀掉他 而是交给要报仇的大友 扔到荒郊野外八个大坑 身体满下去只露出头 路过的车辆不经意压过去 那个酸爽只有野村会懂 野村死亡 西野带着新的会长 首先要做的就是重整旗鼓 祭奠叶叶死掉的手下 同时中田成为二把手 花田成为三把手 为了庆祝 西野安排了小姐陪花田 他还感到很开心 殊不知这是西野的计策 他向大友透露了花田的位置 花田杀过大友的手下 他不死 大友是不会罢手的 与其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不如直接卖给大友处理掉 大友不会是黑刀 杀人技法花样繁多 在花田嘴里塞上炸弹 带着恐惧走向了地狱 大友一系列行动 引起道上的恐慌 山王会再次发生叛别 会长被杀 二把手接替 把罪名扔在大友头上 即便不是大友做的 他也逃脱不了 西野很是救命 他知道只要不动张大成 他们所有的要求 大友都会照做 因为异起 他会杀掉所有的仇人 他现在背负杀害花莲会三把手 山王会会长的罪名 他要是张大成的手下 在道上会必须讲理 谁先犯错 便已经输了一半 西野正好可以抓住这个机会 要歇张大成给个交代 他知道张大成不会杀死大友 会陷入两难的境地 作为道歉 张大成会满足西野的要求 华联会便可以得到大便宜 视力会扩张 大友也知道 自己一直被人利用 只有张大成把他当作人看 临别时 他找到杀害木村的凶手 第二部中和大友一起复仇的搭档 可以插看上期内容了解 木村的仇也得意报 他现在真正没有了仇人 他只要活着 便是给张大成找麻烦 他很感激张大成的照顾 于是举枪自杀谢罪 电影也到此正式宣告结束 本片作为极恶飞道最终章 以大友的死做了完美的结局 大友一直都是各大组织开战的理由 他不死战争便不会结束 北野武作为暴力美学导演 枪战和黑道演绎得很真实 看得很是过瘾 泽西观看不难发现 北野武想宣传的是黑道没有善终 三部曲中 不管是精打西三老会长 还是下面的小楼罗 没有哪个不是惨死仇人的墙下 黑道中明争暗斗 前一秒是兄弟 下一秒便被吓黑手 江湖中的道义荡然无存 或者说一起就是会长这种级别 专门创造出来互动手下 让他们此心塌地的卖命 但在会长眼中 一起就是一个幌子 跟手下根本就谈不上 手下永远都是手下 用来挡枪 用来利用 用来背叛的 人性险恶 孰是孰非 用不清黑白 道不清明暗 构建和谐社会 千万不要做违法的勾当 本片是非常值得一看的警示片 亲自看完会有不同的感悟 好了本期就是这样 喜欢的话点击订阅关注 持续更新